有经济能力的年轻人 特别是在港岛区工作的年轻财俊 置业当然想在附近 不过其实有不少潜力上车盘 今集就为你们送上 发展双围行龙新疮集团 和欺慎兴业的丹娜花园 物业助数有五座 主打三房年套房单位 占比例八成 丹娜花园以高实用建称 绝对是区内住客深水屋苑三甲之一 扣除窗台实用率有八成以上 以现时新楼标准来看 绝对有吸引力 屋苑附近有不少商场和地铺 而且附近街道 也有很多隐世小店 适合年轻人去发掘 交通方面 屋苑和北角站只是五分钟的步行距离 对出的英皇导园路 也有巴士站和电车站 一上桥就是东区走廊 方便快捷 港岛区上车并不容易 如果不值有限 这样富雅花园就值得留意了 富雅花园位于继园台 总共有五座 提供约九百伙 以两房和三房为主打 其中两房较多 面积介乎四百到六百多尺 实用率普遍超过八成 如果你是精打细算一族 这里一佳之隔 就有成坤广场和建威坊 他们都是北角区较为有规模的商场 里面有齐生活必须的民生商关店铺 加上北角站就在旁边走一阵就到 火食、交通绝对省不少 如果国下手投资金充裕 又很想找些有质素的屋苑 就要留意跟着介绍的港运城 由太古地产和中华巴士共同发展 总共有三座楼宇 单位面积由五百多尺到一千尺不等 三房供应最多 亦都有一房和两房的间隔 选择多元化 比买家有更多选择 屋苑会所设施 有室外游泳池、玄艺花园 以及游乐设施 充满城市六周的味道 港运城最大卖点 就是基座商场、成坤广场 生活必需品和多元化餐厅通通齐备 换对拖鞋就可以到街上买东西 適合心动不如行动的年轻人 还有一个小提示 就是北角附近也有不少屋苑准备落城 而他们附设的基座商场 将会成为区内全新大型消费热点 大家要多点留意 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北角的楼盘 一定要找美联物业 到北角的楼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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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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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集完